第32章 只要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 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话说1948年2月19日 毛泽东在李景全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景全同志丑灰电锡 一 集属已经平分土地 地主赋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 只是尚不十分彻底 尚需竹粮调剂土地的地区 例如隋德皇家川大洋的地区 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 只应采取合理的抽捕办法 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上感不足的要求 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的 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这类地区 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平雇农利益 并在农会委员会中 在政权的代表会议及政府中 使平雇农及新中农共占三分之二的位置 保障他们的领导权 同时使老中农占三分之一的位置 这样做就很好 很适当 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 也去组织贫农团 硬要指挥一切 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 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 你们那里的工作团或工作组 如果尚有这样做的 应当停止 将他们调回训练 再去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做 二 你们那里是否有介乎新区与老区之间的半老区 即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的像老区那样彻底 但比完全没有解决或大体上没有解决的新区要好些 或好的多的那种地区 那里的工作方针应当比老区新区都有所不同 望你加以研究 并将结果定告毛泽东丑号2月20日深夜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 起草给刘博成 邓小平 陈市局等指示店 刘邓 陈唐 陈谢 速刘一 速部需修整两个月才能出动 刘邓除刘三万人在大别山坚持外 四个纵队主力集中杀 怀奸修整补充 亦需一个月左右时间 博成暂时不去许昌 而敌孙元良 胡脸南近欲打通平汉路 邱清泉等部向鲁西南违禁 并欲打通正徐段 赔偿会部欲打通正同段 二 因此决定 甲 陈唐 帅三 八两纵至平汉路西 与陈谢主力靠拢 陈谢受陈唐指挥 在平汉以西 正同以南地区集中11个旅以上兵力 主动寻求作战机会 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不要盼望和他部配合作战 一 十 十一两纵在完成护送新兵给刘邓之任务后 暂时即在沙河 龙海 金浦之间机动作战 或破击龙海 或破击金浦 或打其他分散之敌 调动武军等部向南 以必速部修整 该两纵暂时受肃欲指挥 并在刘邓集中整补完毕 并和陈唐 陈谢靠拢 确实建立战役指挥关系以前 陈唐 包括陈谢仍受我们指挥 并即提出 筹底引出作战计划 定告我们军委 丑好害2月22日 新华社播发了 由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 新华社陕北22日电 中共中央发言人 驳斥杜鲁门远讲字文的谈话 毛泽东在该文中加写了一大段话 他写的是 发言人说 虽然如此 可是人们不要误认杜鲁门 蒋介石 及东方一切美国傀儡们的互相合作 多少议员的远讲计划 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 这些合作与援助 当然有一点作用 这就是病人临死前的强心剂的作用 现在世界形势已变道于美国帝国主义 及各国反动派极端不利 而于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极端有利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仅仅两年时间之内 整个资本主义 世界业绩混乱不堪 并正在走向更大的混乱局面 而世界人民民主势力则有极大的发展 并正在走向更大的发展局面 优势是在民主力量方面 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 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 人心讨厌反动派 不赞成反动派 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 并和反动派作斗争 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 在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以前 曾经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40亿美元的帮助 又得到日本100万军队留下的装备 蒋介石自己有400多万军队 所有这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较起来 应该算的是优势了 然而仅仅一年功夫 人民解放军急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 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这个具体事实 难道还不足以说明 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 单是物质的优势 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 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 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 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 如果过去如此大量的美国援助 不但不能使蒋介石匪帮得到胜利 而且使他们得到如此严重的失败 那么五亿七千万美元的新借款 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呢 发言人说 中国人民必须明白 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一定要做垂死挣扎的 我们必须准备坚持的斗争 方能最后战胜他们 但是每一次卖国贼与其外国主人的丧权辱国的勾当 每一次美国反动政府给其中国走狗的新借款 已经激起并且还要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 这种愤怒将转化为力量 加速蒋介石匪帮的灭亡 2月2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李鼎明先生是于1947年12月11日在陕西隋德县义和镇病逝的 毛泽东发去了由他撰写的婉词和两副婉联婉词中说 李鼎明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 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 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 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反对蒋介石独裁 赞助人民革命战争 赞同消灭封建制度 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 无论过去与现在 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份子 对于李鼎明先生的逝世 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 两副婉联其一事 老成某国与本党合作无间 民主参政厢边区建设有成 其二是 抱正义感反独裁 反内战 反卖国 大声疾呼为旧国 以责任心唱精兵唱 简正唱 生产 瑞丝远律 建边区 此后 毛泽东与江青一起谈论了开明绅士问题 江青走了之后 毛泽东用有些沙哑的声音 问正在用黄洋木梳子给他梳头的李银桥 银桥 你见过开明绅士吗 李银桥说 在延安开大会时候 见过李鼎明 不是那种见面 毛泽东用两根指头在眼角处揉揉 又说 我是说 比如去他家里做客 没有 我说过利用暑假走了湖南武县的事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您还到庙里讨过斋 嗯 我也到绅士家里去讨过 那绅士比起地主来 算是开明多了 他没有儿子 只有几个女儿都出嫁了 他是一位汉林 懂吗 是一种不小的官 经过皇帝亲自考试的不小的官 那天我们走到中午 在路旁一个小饭馆休息 饿得厉害 就问饭馆的女主人 你知道究竟有读书的人家吗 他说 这后面的小山坡上就住着一位告老在家的汉林 我们决定去向他讨饭 你知道跟读书人怎样讨饭吗 还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你看 你就比我少一些社会经验 我和我那位同学用自己最好的书法写了一首诗 我现在还被得出翻山渡水之名句 主掌曹吕夜学尊 图见白云如惊海 战衣沉陆惊恶身 我们如果打着板子要饭 也许吃不饱 甚至被赶走 我们送去这首诗就不同了 2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 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 他写道 各中央局 分局 前委 并告中工委 关于城市工作 一 中工委丑号店所述 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各中央局 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工委丑号店 并将中工委丑号店当作党内文件 引发至地方地委一级 军队团委一级 各级党委收到中工委丑号店以后 均应引起讨论 二 耳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 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 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 应及以中工委丑号店所述 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 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三 多年以来 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 有了丰富的经验 但是没有总结 让这些经验埋没 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反 让良好的经验陷于一地 无法被全党驱罚 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 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 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 似乎还没有做过一次认真的研究 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 向中央做过反应 我们占领了并长期管理了张家口 邯郸 长治 晋城 淮音 烟台 威海卫 兹川 博山 德州 承德 赤丰 安东 哈尔滨 齐齐哈尔 牡丹江 加木斯 石家庄等几十个大城市及中等城市 临时占领不久又退出的则有 沈阳 长春 焦作 韩城 许昌 洛和 运城等处 可是 这一切城市工作经验 不能说不丰富 除运城一处 我军入城秩序不好 曾有邯郸局有过反应外 没有任何一处有过反应 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 是由中工委总结的 两年前张家口的经验 我们是从中工委的丑号店才看到的 这种在重大问题上 不是小问题或技术问题 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事前不请示 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 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 现在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 四为了将党的注意力 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 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 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 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 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 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 中央则呈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 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 逐一做出简明恶药的工作总结 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 定告我们 中央筹有2月25日午夜 毛泽东给林彪发起了一封赋电 林彪这天上午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一 我军一部正布置公开原站 铁岭一北五十里 抵约四千 银口抵约一半两千 我大部现在西民附近 前置敌之主力 连向西民增援者 共十一个市 并拟于27日起 主力城开始解兵之际 迅速跨过辽河 为坚四平之敌 约一万五千人 并打增援 二 泛汉结兵团到东北者 大约只有两个旅到三个旅 在此种情形下 如我军摆在沈锦之间 则敌必害怕 不敢出来打通铁路 则我军即难寻战机 故线你在四平战斗结束后 将部队摆在四平和吉林 长春之间 一面进行补整 一面防止吉林之敌退及长春 同时 引沈锦间敌人出来 打通交通和分散兵力三 下意攻势 或突然回击北宁县 或攻长春 一 当时情况在定 四 我意 杨罗阳部队 在东北新攻势未发动前 将误过早来祭东 以免使敌不敢打通北宁路 他们最好在下一次攻势发动时 进入祭东 以便造成我们和他们配合 打大城市 在没有中小城市可打的情况下 打大增援的可能 毛泽东在副电中写道 林一 完全同意 25日实施电的部署计划 二 杨罗阳部 及进察纪野战军 司令员杨德志 第一政委罗瑞卿 第二政委杨成武 笔者处当照来电所述的时间 进入祭东 他们现在尚未建立出 祭东的意图与信心 毛泽东25日 24时2月27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 起草了一个 关于工商业政策 兼毛泽东选籍的党内指示 全文如下 一 某些地方的党组织 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 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 对于这种错误 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这些地方的党委 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 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 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 二 在领导方针上 应当预先防止 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 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 错误的应用于城市 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 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 严格地加以区别 将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 公司兼顾 劳资两立的正确方针 同片面的 狭隘的 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 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 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 严格地加以区别 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 进行教育 使他们懂得 绝不可只看到 眼前的片面的福利 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 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 在当地政府领导下 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 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 增加生产 电力推销 达到公司兼顾 劳资两立 支援战争的目的 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 就是由于全部 大部或一部 没有掌握上述方针 而发生的 各中央局 分局 应当明确提出 此一问题 加以分析检查 定出正确方针 并分别发布 党内指示 和政府法令 三 在领导方法上 方针决定了 指示发出了 中央局 分局 必须同区党委 地委 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 以电报 电话 车骑通讯 口头谈话等方法 密切联系 并且利用报纸 作为自己组织 和领导工作的 极为重要的工具 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 交流经验 纠正错误 不要等数月 半年以至一年后 才开总结会 算总账 总的纠正 这样损失太大 而随时纠正 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 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 必须力求密切 经常注意明确 划清取作和不取作的事情的界限 随时提醒下面 使之少犯错误 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 全党同志须知 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 但是敌人的孤立 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 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 还是不能取得胜利 具体说来 在战争 整党 土地改革 工商业 和镇压反革命 五个政策问题中 任何一个问题 犯了原则的错误 不加改正 我们就会失败 政策是革命政党 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 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 都是实行政策 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 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 不是自觉的 就是盲目的实行某种政策 所谓经验 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 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 也就是经验中 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 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但是人们的实践 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 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 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 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 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 否则党员和群众 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 而盲目行动 执行错误的政策 2月27日午夜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 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 他写道 026日13时电锡 对银口起义部队采取查明情况 慎重处理之态度很好 回整编时 除你们已知之逐步的淘汰坏人 提拔好人 即加入我们的人进去等向办法以外 应当 1.废除原称号 改用人民解放军称号 亦不用民主联军等向称号 2.照我军力 有一诗人就称为诗 有一团人就称为团 不要名不服食 起师长团长等军官不要升格 3.吉仰不要特别优待 宁可出其较差 逐步升至我军水平总之 以老实态度对待他们 不用虚名笼络方法 军委27日 24时2月28日 刘勘率部到达宜川西南地区 此前 西北野战军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唯一打员的战术 首先包围了宜川敌军一个旅 发动了宜川战役 胡宗南令其29军军长刘勘 率领整编27师31旅47旅 整编90师53旅61旅 共约24000余人 由洛川宜军向宜川池元 西北野战军发起打员歼灭战 经过29日至3月1日30个小时的激战 将该敌全部歼灭 升服18000余人 毕伤5000余人 此战中 刘勘因突围无望 吉殿胡宗南说败局已成 然后引爆手榴弹自杀身亡 整编90师中将师长严明 及31旅少将旅长周游之 47旅少将旅长李达 53旅少将副旅长韩芷珍 亦被击毙 整编第29军少将参谋长刘振士 整编第27师少将副师长李奇亨 整编第90师少将参谋长曾文思被俘 1948年3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见毛泽东选记的党内指示 他写道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 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 损害或限制的人们 也即是1947年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 农 冰 学 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 是在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 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不是一般的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 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 赞成反美奖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 例如近随边区的刘少白 1942年11月被选举为 近随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笔者柱 陕甘宁边区的李鼎明等人 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 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 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 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 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 但是团结他们 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 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 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 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 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 是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我们今天同敌人做斗争的主要力量 是占全国人口90%的一切从事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 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 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 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 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 依附劳动人民 反对反动态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 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 他们也是革命者 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 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 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 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 我们团结他们 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 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 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 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 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 在反媒奖斗争时期 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 在土地改革时期 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 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 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 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 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 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 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 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份子 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 关于中原华北我军机动作战部署的指示 他写道 刘邓 宿刘 陈唐 陈唐 陈谢 并告中工委 邯郸局 向前 彭张照 指宿裕 刘先生 陈世举 唐亮 彭德怀 张宗讯 赵寿山 笔者住 各殿军西 部署如下 一 刘邓英 即将一 二 十 十一等四众组成为一集团 银宝两月 在金浦以西平汉以东 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 包括休息时间在内 陈四两月 或仍在该区配合宿刘机动 或向平汉以西机动 一 情况决定 宿刘吉令时 十一众完全接受刘邓指挥 二 陈唐并指挥陈谢主力 银宝两月举行龙海正同线作战 包括休息时间在内 日内开始第一阶段打正落段 相机攻取洛阳 第二阶段打路同段 争取歼灭赔偿会兵团大部 圆七个旅 已有两个旅西开阳同关 一个旅在商洛未动 县流文乡至洛阳一县者 约四个旅 孙远良兵团一部 配合彭章赵卫北作战 彭章赵县正围攻遗川 吸引九十师二十七师增援 各个歼灭之县正战斗中 三 苏刘所部 依武军情况决定 或跨河两岸或全部到北岸 总以安全修整两个整月为目的 四 刘邓除刘大别山之三万人外 其三 六两宗主力 暂时最好刘大别山一时期 前置实施二十师等部 而后或向北或向西一情况 决定五 向前所部 在服役整训准备打林坟 沿西山集中七个旅渔平界 有南原模样 许谈所部除 刘十三宗于郊东外 主力七 九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 一月上旬开始向交际西段作战 为国清律二纵丑下旬 由诸城南下苏北 与该地十一 十二两纵合组苏北兵团 加强苏北之作战 东北方面 冬季作战已消灭敌九个正规律 内一个旅旗 宪政准备攻四平 得手后修整 然后举行春季作战 我东北兵力有很大增强 进察继军不久修整完毕 即举行新作战 支柱并告 军委淫东三月二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张宗逊 赵寿山等人 庆祝西北野战军 围城打员歼灭整编第29军军部 第九师师 二十七师等部的巨大胜利 三月三日 西北野战军攻克宇川 兼聂守敌 整编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五千余人 少将旅长张汉初被俘 宇川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从打员到攻城 全间胡宗南主力 整编第29军军部 两个师部 五个旅 共约两万九千五百余人 这一天 毛泽东指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播发了一条 令小个子西北王胡宗南 非常尴尬的特殊通告 通告中说 受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委托 特此通告阵亡的 国民党整编第29军军长刘勘 及整编第九师师长 严明的亲属好友 如果前来运回两人的尸体 解放区军民将予以方便 三月四日 毛泽东在彭德怀 张宗逊和赵兽山 关于遗川战役战果的报告上 为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暗语 连同报告一起转发给中工委 有关中央局和各野战军 他写的是 遗川战役 我以十一个旅七万人 包围歼灭胡军精锐部队五个旅 缺一个团 洛川 两个师部 一个军部 共两万八千人 无遗漏网 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截 其基本原因在于 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 经此以后 胡军出手延安之士七师两个旅 既有玉西开反同关之第一师 约两个旅 尚有较强之战斗力外 以无主力 我向魏北 陆南禁军之门户 夜已洞开 军委银之三月四日这一天 毛泽东 周恩来 附电在哈尔滨的朱学范 原来 朱学范是应中共中央之邀 在一月中旬 与刘宁一 于志英一行三人 经布拉格 莫斯科 于二月八日到哈尔滨的 二月九日 朱学范致电毛泽东 周恩来 他写道 毛主席 周副主席建 学范已和宁义兄 到了哈尔滨 在巴黎时 看到毛主席关于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范完全同意 并结成拥护 这一彻底粉碎奖政权 驱逐美帝国主义 实行土地改革 组织真正的 人民民主联合政府 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 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 所以范决心到解放区 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 范之这一行动 不只是我个人的行动 更相信 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 和广大的爱国人士 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 并肩作战 在你们的领导下 斗争到底 获得最后胜利 仅此向你们致革命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在3月4日的电报中 写到朱学范先生 接2月9日电视 西西先生到达哈尔滨 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 伟大事业而奋斗 极为配位 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 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 同样的行动 表示热烈欢迎 此至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周恩来 3月6日 新华社播发 由毛泽东撰写的 中共中央发言人 平民盟三中全会 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 全文如下 新华社陕北六日电 中共中央发言人评论 今年1月5日 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宣言 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今年元旦所发表的宣言 与行动纲领称 这些文件 表示反对 美国帝国主义 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 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 是何等广阔 表示反对 美国帝国主义 打倒蒋介石集团 没收官僚资本 实行土地改革 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纲领 乃是一切爱国者 所公认的唯一道路 这一个纲领 在解放区 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 已经实现 或者正在实现中 人民解放军进攻的继续胜利 将使这一纲领 在全国范围实现 中国民族一切爱国的儿女 必须以一切方法 帮助人民解放军 坚决 彻底 干净 全部消灭蒋介石匪军 把中华民国 从美国帝国主义 与卖国独裁的 蒋介石匪帮手里挽救出来 发言人指出 毛主席在去年12月25日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报告中说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 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 这件事 不但同我们的土地政策 和城市政策相联系 而且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同蒋介石 由进攻转入防御 人民解放军 由防御转入进攻 中国革命 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 这一种的政治形势 密切地联系着现在 人们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灭亡 已经不可避免 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 与人民解放军身上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 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 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是不可能的 不但如此 这个统一战线 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的领导之下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 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民主同盟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宣言 证实了毛主席的话 任何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 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 建立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中立地带 或中立组织 甚至中立政权 在中国与世界一样 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进行此种活动 实质上必然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所说 是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 第二个反民主政权 绝不能有其他任何作用 我们欢迎民主同盟 重建其领导机关 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 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 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3月6日晚 毛泽东就政策与经验的关系问题 赴电给刘少奇 他写道 少奇同志 一 丑巧店早息所提各点甚好 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 为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 私应了解为 凡政策之正确与否 及正确之程度 均在经验去考证 任何经验实践 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 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 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 因此 无论做什么事 凡官社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 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 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 不是主要的 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 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 公开明确的分清界限 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 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 缺乏充分经验 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 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 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 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 其次 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 但只做了简单的说明 没有做系统的说明 根据经验 任何政策 如果只做简单的说明 而不做系统的说明 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 从事正确的实践 以上两种情况 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 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 即未能公开的词典很重要 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 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的分清界限 又未能做系统的说明 不能专责被各中央局 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 最近三个多月 我们急救各项政策 努力研究 展开说明 已不此项缺失 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 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 又其次 是政策本身就错了 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 其次以为正确 其实是错误的政策 不但不倾视中央 甚至也不倾视中央局 例如 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 就是如此 但是各中央局 自己在某些政策上 犯了错误的也不少 例如禁随分局 对于在定成分上侵犯中农 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 对于抛弃开明绅士 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 但是这类左倾错误 犯的比较严重的 似乎还不是禁随 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 从日本投降后开始 投降前也有 禁随的严重程度 似乎还在第二位 是否如此 请你们加以检讨 又其次 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 即是上下联系不够 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 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 上述各点 请你向参加 中公委会议的各同志 正式提出 并展开讨论一次 二 划分阶级草案写出后 感觉一月决定 草案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 宪政以一月草案中间 一大段为基础 重写一个决定 准备尽速公开发表 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 则写社论发表 因为中央发了 新区图改要点 我给苏狱的那个电报 没有发出的必要了 因此决定不发 而将其中某些部分 写入社论中 公开发表为有例 三 苏狱部队要3月15日以前 才能在杨谷全部集中完毕 你们即饶陈康邓 即饶术石 陈毅 康生 邓子辉 笔者注 似可在3月20日左右去杨谷 你们可有充分时间 讨论全部政策问题 以化阶级艺术为中心 华北局组织问题 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3月7日凌晨 毛泽东 为中央军委 起草给陈氏局 唐亮 陈庚 谢富志等指示店 陈唐 陈谢 并告刘邓 并告刘邓 邯郸 邯郁 宿流 中攻委 一 我彭张赵军 正向城城 白水 洛川 中部 宜军 同关攻进 向前军政攻 临焚二 敌一师 三十师 三十六师 将全部缩回闪境 估计一步守余关 大步 回至西安一带 三 你们率三 四 八宗英 已夺取洛阳 并准备歼灭 孙月亮援兵之目的 迅速对洛阳 及洛正县发起攻击 希望能于两州内外 完成此项任务 四 第二步 准备向陕东前进 配合彭张赵 歼灭胡军 五 望邯郸局 诉仇十万人 两个月粮食 攻击三 四 八宗 军委 7日 23月7日 毛泽东 为人民解放军 总部发言人 起草了 凭西北大捷 监论解放军的 新式整军运动 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评论 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 总部发言人 凭西北人民解放军 最近一次大捷称 这次胜利 改变了西北的形势 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这次胜利 证明人民解放军 用诉苦和三查方法 进行了西式整军运动 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 这次西北人民解放军 突然包围 遗川敌军一个旅 胡松南令其29军军长刘勘 率领两个整编师的四个旅 即整编27师 至31旅 47旅 整编90师 至53旅 61旅 共约24000余人 由洛川 遗军一线向遗川迟远 于28日到达遗川西南地区 西北人民解放军 发起歼灭战 经过29日至3月1日30小时的战斗 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 无疑漏网 继生服18000余人 毕伤5000余人 刘勘本人和90师师长延明等人 亦被击毙 接着于3日攻克遗川 又兼首敌整编76师的24旅 5000余人 此役共兼敌一个军部 两个师部 五个旅 共3万人 在西北战场上 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 胡松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 28个旅中 有8个旅 属于3个主力师 即整编第一师 整编36师 和整编90师 其中 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 前年9月 在近南福山 被我歼灭一次 其167旅主力 去年5月 在陕北盘龙镇 被我歼灭一次 整编36师 之123旅 165旅 于去年8月 在陕北米之沙家殿 被我歼灭一次 这次整编90师 又被全歼 剩下的胡军主力 就只有整编第一师的78旅 和整编36师的28旅 还没有受到过歼灭 因此 整个胡松南军队 可以说 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 经过此次遗川殲灭战 胡松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28个旅 现在只剩下23个旅 这23个旅 分布在下列地区 近南临粉一个旅 已成死骑 陕域边境和洛阳 渝关县 有9个旅 对付我陈 谢野战军 陕南有一个旅 任汉中一带守备 此外 分布在渝关到宝基 咸阳到延安 钉自行交通线上的有12个旅 其中三个是后调旅 全系新兵 被我军全肩新进补充起来的有两个旅 曾被我军给以歼密性打击的有两个旅 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 可以想见 这些部队不但很弱 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 湖军以外 还有邓宝山两个旅 防守渝林 宁夏马洪魁 和青海马不方的9个旅 分布在三边和隆东 以上湖 邓 马各部 全部正规军 包括过去被监一次至两次 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 目前总共34个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 再说 所谓丁字行交通线上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 其中两个旅困守延安 三个旅在大关中 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 少数是受过歼密性打击的部队 这就是说 整个大关中 特别是甘肃方面 敌军异常空虚 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 这种形式 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 首先是牵动其遇陕边境 对付我臣谢野战军的部署 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 齐开得胜 升危大阵 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式 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的 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 配合作战发言人说 我刘邓 陈素 陈谢三路也占大军 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 纵横直逞于江淮和汉之间 歼灭大量敌人 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 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 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 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 冒陵下30度的严寒 歼灭大捕敌人 迭克明城 威震全国 我进查济 山东 苏北和进济鲁豫各路野战军 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之后 完成了冬季整讯 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 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 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 反对惧怕敌人 反对惧怕困难 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 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 我们就能展开进攻 大量歼灭敌人 打得蒋介石匪帮 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或者连招架都没有 只有被我一个一个的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 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 比之去年是空前的提高了 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 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 此次遗传战役 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 此次胜利如此显著 原因甚多 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地 灵活的指挥 后方领导同志们 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 以及敌军比较孤立 地形有利于我等项 都是应当指出的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 是在冬季两个多月 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 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 由于诉苦 诉救社会和反动派所 给予劳动人民之苦 和三查 查阶级 查工作 查斗志 运动的正确进行 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 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 为全国的土地改革 为消灭人民公敌 蒋介石匪邦而战的觉悟性 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 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 在这个基础上 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 纪律整顿了 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 完全有领导的 有秩序的 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 经济 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 这样就是部队万众一心 大家想办法 大家出力量 不怕牺牲 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 群威群胆 英勇杀敌 这样的军队 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 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 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 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 都已实行 或者正在实行着 这种整军运动 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 并不妨碍作战 这种整军运动 同我党正确地 进行着的整党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 同我党缩小打击面 指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严禁乱打乱杀 杀人愈少愈好 坚决团结 全国90%以上 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 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 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 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 这样就必然会使 人民解放军的威力 无敌于天下 任凭蒋介石斐帮 及其主子 美国帝国主义 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 伟大斗争面前 如何拼命挣扎 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3月7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 给进随分局的指示 党的政策 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 全文如下 近两月来 进随分局许多指示 即2月10日 在进随日报上 公布的分局紧急通知 对土改和整党工作 所规定的方针和办法 与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 进行土改工作 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基本上并无不同之处 故中央这一指示 仍应公开发表 这种新精神 很有利于 你们成亲干部中 认识问题模糊 不懂得区别情况 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 混乱思想 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 任何政策中之 正确的部分 或错误的部分 必须适时地 不但向干部 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 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 而成为力量 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 这一主动 不要因为过分小心 许多有关政策问题 仅限于少数干部之道 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 反彷徨不定 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 你们如果认为 中央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 不是原则问题上 在实行时 还需加以解释 不致使下级干部看到后 以为他们所做的 凡不完全和这一指示的 都需推翻重做 那你们可做一个决议 接受这一指示 而将应该注意之点 且在上面同时发表 中央指示第四项 有调剂土地的工作 已经做好的地方 即应确定地权 不再变动的规定 对你去多数土地 已经分配的地方 除掉如你们紧急通知所指 因动中农面过宽 应对不愿抽地的中农 化作成分的在内 实行减抽或退回一步外 完全适用 3月7日午夜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 起草给陈氏菊 唐亮 陈庚 谢富志的指示殿 陈唐 陈谢 并告刘邓 于四殿西 一 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 顾驻同 绝不会不增援 你们占领黑石棺 掩师 西安后 应以一步攻击洛阳 吸引敌人来源 集中权力歼灭原敌 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敌援兵可能主要是孙原良 石医师亦可能来一步 请刘邓令十一宗祖 向十一师阳公 以前置之 二 遗川胜利后 西安一带大镇 三十师已到河阳防我南下 一师 三十六师 亦有向渝关集中训 究竟是否开动 请令九宗查明 三 我十一个旅 五六两日 由遗川向西南攻进 估计一星期内外 可能占领城城 白水 洛川 中部 宜军 同关朱点 威胁西安寺 向前所部 本日起宫临坟 军委7日 24时3月8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 在部队中 试验组织 士兵委员会的指示 全文如下 三茶与诉苦的 新式整军运动 在我各野战军 各军区部队中 都已实行 或正在实行着 其成绩 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 巩固 团结 学习和作战上 表现出来 其本身就是部队中 政治 经济 军事三方面的 民主精神的新创造 新发扬 如果运动中上 有若干错误与偏差 大多由于领导者 没能很好地掌握 三茶运动的正确方向 开始时 不敢放手发动 发动后 又未能遇见一些 左的偏向 加以防止 但一般地说 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 却是极大 各战略单位 都是有领导的 有计划的 有秩序的 在进行 为巩固和发扬 这一成绩 现在确实需要将 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 转为部队中 集中领导下的 经常的民主生活 中共四军 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及古田会议决议 笔者注 上规定了的 士兵会的组织 四角事宜 在名称上 就用士兵会 与士兵委员会 或革命军人大会 与革命军人委员会 可由各部着定 主要的是 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 就应如何 方为适当 现在这一组织 在少数部队 已开始建立外 大多数部队 都还未着手 组织中央认为 必须经过 各军自己的实践 才能更有把握的 对于这一组织 做出适合于 今天各种条件的 具体规定 为此 中央特责成 各野战军 各军区政治部 于最近数月内 利用作战间隙 选择几个 不同情况的连队 一两个不同情况的 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 实行这一组织 并派负责人员 亲去指导 以便取得经验 报告中央 所谓不同情况 是只要选择 联队中 俘虏兵成分多或少 新兵多或少 联队或机关的 行政领导 强或弱 党的支部健全 或不健全 前方或后方 火线上 或修整中等的 不同情况 得出不同的 工作方式的规律 进行这一组织的 基本原则大致是 一 这一组织 不论在联队中 在机关中 必须在其直接的 行政首长领导之下 进行其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的 民主生活 二 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 必须得其行政首长 批准后 方得实施 三 上级命令 这一组织 必须绝对服从 无权变更 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 得由其行政首长 提交讨论 这一命令中的 实施办法 四 这一组织 如欲对其行政上 领导干部 进行思想检讨 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 得到上级政治部的 批准和领导 方准定期进行 五 这一组织中的 一般批评 与自我批评 亦必须领导其 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 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 各政治部在实行时 可根据自己 所遇到的实际情况 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 或加以新的补充 事情的经验不论好坏 而且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 几个月后 由各野战军 各军区政治部 负责向中央提出意见 以便集中起来 规定最后办法 3月9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 任毕时 商议了东渡黄河的事情 召见叶子龙 汪东兴 毛泽东说 中央前委商议 准备东渡黄河 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 找你们两个 就是商量一下 咱们什么时候过黄河 准备怎么过法 具体由谁去组织指挥 周恩来说 现在正是黄河上游划冰的季节 我的意见 是不是3月下旬 东渡黄河较为事宜 人必时说 东渡黄河要准备船 要找有经验的船工 和他们商量 看什么时间过河合适 一定要保证安全渡河 叶子龙说 争取用10天时间 完成准备工作 我提议由东兴同志 具体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 汪东兴说 渡河的工作需要仔细策划 渡船 技术船工 木材 还有粮食 草料 治安工作 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援 毛泽东说 我同意子龙的意见 由汪东兴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派给他一个连的兵力 除担任渡河的警卫外 还可以在准备工作中担任劳动力 给他一部电台 一名报务员 一名义电员 随时将准备工作 向前美报告 渡河的准备工作 对外要注意保密 时刻提高警惕 防止敌人侦查到我们的动向 我们马上发电报 给陕根宁边区的林波区同志 请他派得力的干部协助你 同时 我们给贺龙同志发报 请他通知 禁随边区政府 在东岸接应 从明天开始 十天内准备就绪 周恩来说 东兴同志 主席的指示很明确 考虑也很周到 你明天召集有关同志 开会布置 争取11日出发 去进行准备工作 东渡黄河 是一项大的战略行动 任务很艰巨 就拜托你了 汪东兴说 我们一定要和好的完成任务 请各位首长放心吧 3月10日 毛泽东让周恩来将亚洲部渡过黄河 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消息 告诉大家 征求大家的意见 周恩来在人毕时 陆定一驻地扶风寨窑洞后面的控场上 召集亚洲部所有人员开会 首先宣布了遗川大捷的消息 他说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 我们西北野战军在遗川一带打了胜仗 敌29军军长刘勘 也被打死了 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久的掌声 周恩来接着说 同志们都熟悉这个人 他在陕北整整追了我们一年 我们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梦想搞掉我们中央机关 现在把他自己搞掉了 本来想活捉他 向他算算账 没想到他自杀了 算是便宜了他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哮声 周恩来带哮声平息下来 又说 我中原 华北各野战军 从去年夏季起 渡河南进 调动了蒋介石中线的军队 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 东北野战军 发起冬季攻势 一连解放了很多大城市 晋察季 山东 苏北和各路野战军 也都在去年大量歼灭敌人之后 完成冬季整训 又开始了春季攻势 目前在各个战场上 都打的蒋介石 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全国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 同志们 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 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人们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沉静片刻 立即欢腾起来 鼓掌 欢呼 周恩来等大家稍稍平息下来 又说 现在有两个问题 请同志们考虑 一是目前党中央过黄河 是否适时 二是陕北级同志的去留问题 谁愿意到华北工作 谁愿意留在陕北工作 可以自己提出要求 有组织决定 毛主席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全体同志 让大家充分讨论 自觉地来处理这个问题 陕北级的同志 愿意跟机关走的 我们欢迎 愿意留在陕北的 我们支持 因为陕北也同样需要干部 会后 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们进行了讨论 他们说 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 党中央应该到华北去 至于个人去留 大多数人摩群擦掌 要跟着毛泽东走 只有张瑞奇有些犹豫 他一是陕北人 二是年岁大了 有意留在陕北 可又舍不得离开毛泽东 正讨论间 毛泽东推门进来了 大家忙站起来 毛泽东摆摆手 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 问道讨论的怎么样 谁想走 谁想留呀 马汉荣抢着说 我可不留 我正想跟着主席 去见见大事面呢 毛泽东平时就很喜欢马汉荣 他年轻活泼 好说好唱 从不知道什么叫忧愁 有一次 大家问他 火车是什么样子 他想了想说 火车 火车 一定有火 一句话 把毛泽东逗得大笑起来 毛泽东想起马汉荣那句话 就笑着说 好 我一定让你坐上火车 毛泽东又看了看张瑞奇 问老张 你这老陕北 打算怎么办 张瑞奇参军多年 很少回家 三十多岁了 家里也给他订了亲 平时闲扯时 有人问他 什么时候回去 他总是巴搭着小烟袋 不慌不忙地说 打败了胡宗南再说吧 现在经毛泽东一问 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好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听说你想留下 留下也好 陕北是个好地方 我对这里很有感情 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突然要离开 心里还不好过呢 将来我们也要回来看看的 张瑞奇说 我想把主席送到华北 再回陕北来工作 毛泽东也舍不得张瑞奇 这样的老实人 就说那就这样吧 先到华北看看 再回陕北工作 走远些 开开眼界 将来回来工作 也可以把看到的 听到的新鲜事物 跟老乡们说说了 3月12日 毛泽东在谭正文 关于山西郭县土地改革的报告上 写了一个批语谭正文 1910出生于湖南自新 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 后随朱德上井冈山 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并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 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政治保卫工作 又随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共七大代表 曾被中央进隋分局 派往山西郭县领导开展土改工作 任土改工作团团长 兼中共郭县县委书记 写出了山西郭县市 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报告 毛泽东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是这样写的 这是山西郭县的一篇通讯 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 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 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 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 完成了评分土地的一切准备 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分 曾经划错了许多人 但是已经公开的明确的 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 决定改正 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 不将地主赋农加以区别 侵犯中农利益等向错误观点 做了批判 总之 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 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 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在作者写这篇通讯时 郭县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 因此 这个经验还不完全 我们希望在当地实行 改正划分阶级中的错误 这是一件大事 实行平分土地 以及组织生产 改造政权等向工作完成以后 再有一篇描述 这整个过程的通讯 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 我们有了进查季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 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 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 而不是平分土地 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 我们有了闪根宁区隋德县皇家川的典型经验 现在又有了进随区郭县 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 虽然不完全 这三个经验 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 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 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 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 要生动丰富的多 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 得到下手的方法 能够有力的击破 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 和尾巴主义 各中央局 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 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 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 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 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 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 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 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东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 领导者的责任 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 规定斗争的任务 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 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 使正确的获得推广 错误的不致重办 毛泽东1948年3月12日 3月14日晚 华东野战军 一部级陈谢兵团 第一次攻克玉西重镇洛阳 全间国民党守军青年军 第206师和国防部直属炮兵 汽车分队等近2万人 扶起师长邱行湘 3月14日深夜 毛泽东起草军委 关于攻克洛阳后的部署 击打南洋的方案 他写道 陈唐 并告刘邓 宿 邯郸局 中工委 远害电锡 一 洛阳战役结束后 一步在前 而阻击原敌 掩护落成 搬运必要 与应当搬运的物资 注意城市政策 主力 即在洛阳附近休整 邯郸局给陈唐 陈唐陈谢的弹药等援助 勿求迅速 二 下一步行动 如洛阳以东 及东南有作战机会 应在这一带再打一仗 如无作战机会 应准备打南洋得手后出汗水 打南洋有两方案 夹走扶牛山东路 直打南洋 一 先打商线洛南 有六十五十四个团 卢氏情况不明 大约敌人很少 西川有较强的反动民团 取得巩固后方 再打南洋 以上两方案 何者为事宜 望与陈庚商卓电告 三 你们帅三 四 八纵 或再加九纵一步 出南洋汗水 必将调动十一师 二十师等部西园 你们可能求得运动战 你们有十个旅以上 可以独立作战 不要刘邓配合 四 但刘邓 与本月修整完毕后 有两个行动方案 假 帅一 二两纵过路西 配合陈塘 歼灭原敌 一 独立作战 帅一 二纵过沙河 会合时 十一纵巡打 七十四师 七十五师 八十四师等部 于四 五两月 争取歼敌三四个旅 以利速与机动 否则速遇行动将遇到困难以上两岸 何者为事宜 请刘邓着定 速急陈塘 陈庚 亦可发表意见 五 前殿 要陈塘准备协助 彭章打西同县之意见 你不执行 军委还还接着 毛泽东起草了军委 关于在宽大机动中 尖敌 及出击平随线 等问题的指示 杨罗杨梗 至杨德志 罗瑞清 杨成武 梗标 笔者柱 并告中工委 转棚灭 禁随分局 临罗流 十日十五时电锡 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 大量歼灭敌人 迫使敌人分散配备 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 大量集中 不利我军 兼击的困难问题 你们机动的范围 第一是整个平随线 包括隋远全省在内 第二是北宁线 第三是平成线 第四是平保线 目前所采出平随线的方针 应当执行到 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 我军以五好杖 可能知识为止 下一步主力的行动 可以出平保线 打一二仗 调回敌人主力 然后再出平随线 你们拼两个纵队出隋远的计划 是很好的 可令该两纵于攻克 柴沟补一线之后 不要停留太久 迅速出隋远 以随远全境为活动范围 你军所占地方 即归你们管辖 多派干部建立政权 建立地方武装 禁隋分局 取协助方针 禁隋分局的主要发展方向 是同浦县严军地区 即协助西北局 向陕甘川前进 你们主力 必须建立向 激热茶交接地区 从激东地区作战的计划 但出动的时机 与出动兵力的数量 应依情况决定 此外 你们必须向全体指战员 进行在新区工作的策略 与政策教育 此点布置你们在此次修整中 已做了没有 如果没有或不足 你们应在作战中补足之 此种教育极为重要 军委14日 24时3月20日 毛泽东 为中共中央 写了一个 对党内的 关于情况的通报 见毛泽东选集 他写道 最近几个月 中央集中权力 解决在新形势下面 关于土地改革方面 关于工商业方面 关于统一战线方面 关于整党方面 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 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 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 而主要是左的偏向 现在的左的偏向 主要是侵犯中农 侵犯民族资产阶级 职工运动中 片面强调 工人眼前福利 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 没有区别 对待地主的大中小 恶霸非恶霸 没有区别 不按平分原则 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 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 跃出了某些政策界限 以及不要代表 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 不要看明深事 在新解放区 忽视缩小打击面 及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 在策略上的重要性 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 右的偏向 主要是过高的 估计敌人的力量 惧怕美国大量演讲 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 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 有些怀疑 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消灭封建制度 对党内成分不纯 和作风不纯 熟视无睹等 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 全部走上正规 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各级领导同志 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本年内 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因为时机还未成熟 其实时机大约在1949年 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 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毛泽东详细通报了人民解放军 和国民党军的数量变化 和战斗力情况后 接着写到 1946年7月 至1948年1月的19个月中 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 197万7千人 2月和3月上半月 尚未统计好 大约有18万人左右 即使说 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 所动员参军的 一百余万新兵消耗了 而且大量消耗了他原有的兵力 5年左右 1946年7月算起 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3月21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1.我们本日动身东夷 约卯山可置中工为所在地 2.不论现在打洛川 将来打延安 敌军有增援可能 妄部署打员 3.陈唐指挥陈谢 已放弃洛阳 集结新 免 仪 若修整一时期 或打南洋 或打平汉县 或再打洛阳 上代决定 向前客临奋后 或打玉北 或打凭借零时 纳时再定 总之陕干全局 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 由你们独立担任 毛泽东引马 3月21日下午一时许 毛泽东率领亚洲部从生活战斗了120多天的杨家沟出发 开始了长途跋涉之旅 此时天气晴朗 杨家沟的山卯上 沟盘上 大陆旁 占满了欢送的人群 毛泽东 周恩来 人毕时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人群 踏上了东渡黄河的行程 毛泽东对严长林 林乔说 要去河北了 你们河北人一定高兴啊 这天晚上 毛泽东率亚洲部 宿营在隋德急震 3月22日 毛泽东为军委起草 给刘伯承 邓小平 陈世菊等的指示店 他写道 刘邓 陈唐 陈庚 并告陈塑 中宫委 彭张照 各殿军西 部署如下 一 陈塘 指挥陈庚 帅三 四 八纵修正至 毛威之 修正地点或在县地 或照刘邓意见 一致林汝 一阳 争取补充 首先是受损最大之八事 毛威至毛徽间 开始向南阳方向行动 或先打南阳 或打晚西四县 或先打晚西四县 或打南阳 民机决定 二 刘邓率一 二 十 十一宗及其他可能集中之兵力 在沙河 淮河 及平汉县之间 机动作战 三 两军互相声援 独立作战 必要时 由刘邓决定 以一部或全部配合作战 争取于卯尘两月 歼敌三五个旅 变动战局 协助素语行动 在配合作战 及互相侧应时 陈塘受刘邓指挥 军委营阳 3月22日晚 毛泽东率部到达黄河岸边的嘉县刘家平 附近的群众得知 中央领导要离开陕北 扶老邪幼 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毛泽东 周恩来 人必时不时地与道旁的乡村干部和群众握手画别 毛泽东申请地说 陕北小米子 我吃了13年 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 我们又不得不离开 3月23日早晨 毛泽东 帅步经过西黎域到达黄河西岸的五补县川口村 部队就要离开陕北了 毛泽东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东渡黄河的中央警卫团全体干部战士 把所携带的干粮袋里的小米全部倒出来 过程后一两不少的交给当地人民政府 留给陕北人民 毛泽东动情地说 我们要离开陕北人民了 陕北人民养育了我们 我们欠他们太多了 从现在起就想办法去偿还 这一天风和日历 毛泽东考虑到 国民党军队可能从西安派飞机来袭扰 决定把渡河时间改在下午 天晋中午时分 毛泽东 周恩来 人必时率领亚洲部数百人 来到了川口村南边的圆泽塔渡口 赶来送别的陕北乡亲 站满了河边和山坡 黑压压地拥了一大片 其中有不少是亚洲部 在经过犀利玉石涌上街头的乡亲们 他们一直送到了这里 十几条木船停在河边 几十名健壮强悍的黄河水手 早已做好了百度的准备 毛泽东在河边慢慢地踱步 灶吹的师傅做好了饭菜 烧好了开水毛泽东 周恩来 人必时和战士们及工作人员就地午餐 因为考虑到过河之后 还有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宿营地 因此需要在这里简单吃一点东西 当地的村镇干部感到很过意不去 一再说 没有照顾好中央首长 周恩来说 赶路要紧 我们本来就没有准备在西黎玉镇上吃饭 毛泽东也说 我们这么多人吃顿饭 也得你们忙几天呀 我们打游击在野外吃饭惯了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陕北的乡亲们对我们很好 现在要离开陕北 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等全国都解放了 我们还会来看大家的 请你们转告陕北的乡亲们 谢谢他们 饭后 毛泽东 周恩来 人必时走到河水边 和区镇干部们 一一握手道别 向送行的乡亲们 挥手致意 按照事先的安排 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 分坐在十条木船上 毛泽东乘第一条船 周恩来和人必时 乘第二条船 陆定一 胡乔木等上第三条船 毛泽东踏上船 和船工们一一握手 他说 劳累你们了 船工们非常兴奋 都说 送毛主席过河 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连声说 谢谢 谢谢 正说话间 周恩来的那条船 已经掀开了 毛泽东乘坐的这条木船 也慢慢离开岸边 毛泽东站在船尾 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 此时正是凌讯期 黄河巨浪滚滚 夹杂着木盘大的冰块 汹涌咆哮着 发出一阵阵的轰轰巨响声 木船忽而跃上浪尖 似要腾空飞驰一般 忽而沉落波谷 灼浪像墙壁一样 遮住了视线 冰块撞击着木船 发出惊心动魄的喷喷声 严长林扶着毛泽东 说主席快坐下吧 毛泽东推开他的手 望着灼浪滔滔的黄河 望着渐离渐远的河岸和人群 呼吸有声 凶徒开始起伏了 严长林和其他几个卫士 只好都紧靠着他 怕他出危险 毛泽东说你们放心 船工们的本领是很高明的 的确 船工们镇定自若 热烈亢奋 滑动木僵 挥动杀刀 发出让人热血沸腾的耗子声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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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 心潮激荡 突然转身望着大家问 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 只有两三个人会游泳 有人说 马汉荣行 发大水那次 他游过黄河差 给彭老总送信 他能行 石国瑞说 我在发大水时游过沿河 孙勇说 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 还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兴奋了 说 那好极了 来 咱俩不用坐船 游过去吧 听他如此一说 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纷纷嘀咕 哎呀 今天可不行呢 现在可是零讯期 孙勇一听也非常着急 心里想 主席的安全是大 我怎敢和他一起游黄河 于是他连忙附和着说 是啊 今天河里有大冰块 不能游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 不能游了 你们是不敢游啊 船到中游 毛泽东向黄河上游远跳 李银桥和其他几个卫士 请他坐下 毛泽东还是不肯坐 依然非常亢奋 嘴里念念有词 黄河熄来 绝昆仑 咆哮万里出龙门 夕月争荣和壮灾 黄河如丝天际来 君不见 黄河知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银罢 又说道 这一个唐代诗人李白 就有这么多赞美黄河的诗 可见 黄河不愧是孕育我们华夏民族的母亲河 他常常虚一口气 摇摇头 接着亢奋地向发表一个宣言 你们可以藐视一切 但不能藐视黄河 藐视黄河 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说吧 转向叶子龙来 子龙 脚踏黄河 背靠陕北 给我照一张 像如何 好 照一张 叶子龙很快选好位置 边调教取景边说 应该照一张 很有纪念意义 毛泽东很快脸居笑容 显出一副沉静庄重的神情 只听咔嚓一声 这一历史瞬间 凝固成了一张 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毛泽东 无限感慨地说 好啊 把黄河照下来 把陕北高原和人民照下来 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说话间 只听严长林大海一声 挨压 坏了 毛泽东问 出了什么事 严长林说 老青马掉到河里了 原来 在船队中有一条船 是集中在运领导人的坐骑的 毛泽东的老青马 也在其中 因为受惊吓 有几匹马在船上互相拥挤 老青马长嘶一声 掉进了河里 毛泽东转过身 怜惜地看着老青马 老青马是会游泳的 可他不知道往东岸游 却拼命地往回游 有个战士喊道 王振海 你还不赶快喊 老青马听你的 你叫他往这边游 王振海真的使劲高声喊道 老青马 往这边游 毛泽东说 你的声音 他是听不到的 如果他看见你在这里 也许会向这边游来 王振海一直给毛泽东拉这匹老青马 当然比别人更着急 急得他直跺脚 牧船离黄河东岸近了 毛泽东回首希望 眷恋地说 陕北是个好地方 陕北人民对我们太好了 我现在和撤离延安是一样 还是不愿意离开陕北 但是我们不能再提出 不打败蒋介石 我就不离开陕北 如果这么提 那就不切合实际了 石国瑞说 主席 上次撤离延安时 你提出不打败胡宗南 绝不离开陕北 现在 这个诺言已经实现了 在往白龙庙行军的时候 我们面对黄河念诗 你加了一句 打败胡宗南 再拜托你 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 现在牧船已过核心 快到东岸了 主席对黄河的要求 也实现了 毛泽东一听高兴了 说 石国瑞 你还真能触景生情 还想朗诵诗吗 好吧 我们再听听你的诗作 石国瑞说 我这不叫朗诵诗 叫顺口溜 颜昌林说 那你就再来一段顺口溜吧 我念不好 请主席给纠正 石国瑞说吧 就朗诵起来 黄河蜿蜒 像巨龙 波涛滚滚 气势熊 溜冰季节更艰险 牧船加固才能行 毛主席微笑船上站 黄龙驼船直向东 船到东岸其欢喜 今天黄河立新宫 过去黄河祸害多 如今开始被称颂 卫士们听了都给石国瑞鼓掌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好啊 你给黄河平反了 我同意 将来黄河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恩来坐的船 一直为毛泽东开岛 毛泽东上岸时 周恩来已经先一步上了岸 毛泽东上岸后 紧紧握着船工们的手说 谢谢你们 船工们说 毛主席再见 毛主席再见 毛泽东走上河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 宁神向对岸宁望 申请了说 陕北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是忘不了的 周恩来接口道 是啊 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 我们的下一代也会记住 毛泽东说 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 过去 黄河没有很好的得到利用 今后 应当利用黄河灌溉 发电 航运 让黄河为人民造福 自此 毛泽东利用千里转移的机会 又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 这次社会调查 与他早年的游学 以及在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所做的那些社会调查 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预知毛泽东如何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又如何 请看下文 东方盟约 毛泽东在三月七日撰写的 《平西北大捷》 监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 揭示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 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从而使自己无敌于天下的客观规律 众所周知 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 所有的反动派都是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 外国的反动派是这样 中国的反动派也是这样 他们不承认有阶级 更不承认有阶级斗争 他们宣扬的诉命论 就像当今无处不在的毒品一样 麻醉着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使之安于所谓的天命 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上说 由于诉苦 诉救社会和反动派所 给予劳动人民之苦 和三查 查阶级 查工作 查斗志 运动的正确进行 大大提高了全军制战员 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 为全国的土地改革 为消灭人民公敌 蒋介石匪邦而战的觉悟性 也就是说 新式整军运动 是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 促使安于受压迫 受剥削的自在阶级 发展成为反压迫 反剥削的自卫阶级 促使劳动人民 反压迫 反剥削的斗争 由自发阶段 进入到了自决阶段 这的确是一个法宝 这种转变 也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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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链